作者浩瀚笑近日美中贸易战打响,作为对美国提税的反击,中国也将对总价值34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提升25%的关税。 有趣的是,一条飞之前到港的儿在黄海海面上,全速狂奔得飞满风,号货轮最终还是没有在7月7日之前清关,且目前还有6艘满载着40对美国大豆的货船,在大连港外抛锚,关税提高之后,中国已经决定转为向巴西购买大豆,美国的大豆提货价格几乎瞬间跌了4个百分点。 中美500亿规模的贸易战仅让中国年GDP的增长率降低0.2%,对国内市场,企业等的影响已经被消化,反而美国的农业遭到了空前的危机,中国往往是美国大豆的最大进口客户,由于双方进出口的关税都提高了25%,不仅是农业,商业受到的影响也是极大的。 即便从巴西进口大量的大豆,这些货轮也要远跨重扬,从南美洲千里迢迢来到中国,也是相当不易的,途中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因素影响到货的时间和大豆的质量,加之运输费用高昂,也造成不少困扰。 为了满足国内的大豆需求,黑龙江的农民也已经开始行动,纷纷像自家的种烧大豆,就连隔江相望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广袤无垠的土地上,也充斥着中国人兴起劳作的影子。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计划在俄罗斯南部购买用于转券两油及大豆,且转券能力高达一千万吨每年的货运港口。 塔、麦港、杰姆刘克港和鲜罗西斯克港都,在中粮的考虑范围内,俄罗斯为在中国大豆市场上站稳脚跟,又趁热打铁的计划明年,就向中国供应一百五十万吨粮食,大豆以及食用油鱼类的出口量将会高达一千吨,自前2016年到2017年的农业年度中。 俄罗斯对华出口粮食,仅仅50.3多,由于俄罗斯交通网络积极落后,也是导致农产品连绵滞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若能有任何一个大型的港口专门用于对华贸易,那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不过的了。 目前关于货运码头已经展开商量,交易额高达4亿美元,约合26亿人民币。 在预嘱之后,该港口的设施将会更完善,相比从巴西、阿根廷等国进口大豆,从俄罗斯引进了大豆,运输成本更低。 而在考虑范围内的塔曼港,杰摩零克港和西罗西斯克港三个码头,都坐落在俄罗斯南部。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西罗西斯克港,是俄罗斯国内最大的石油输入港,附近还有黑海舰队轻型舰艇的基地。 1829年,西罗西斯克被沙俄牢牢的掌握在手中,1838年,该港成为黑海舰队的主要舰艇基地至今。 况且红色时代的西罗西斯克还作为基辅军航空母舰的三号舰鸣。 在2015年举办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中,中俄两国的军舰,就是在此巴毛启航。 未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将会越来越频繁,这也会是一个更好的开端。 同时俄罗斯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大豆市场的最大供应商。